熊猫屑的大聪明 第一名飞七仔莫属 这天七仔发现树上有果果 甚至牛顿定律的他 自信满满地站起来 张开大嘴 坚信只要我嘴巴张得够大 果果就能自己掉进来 等了半天还不下来 算了 还是我上去吧 吊猫的时候也采取了 守株逮捕方案 巴拉两下没成功 又开始张嘴等待胡萝卜自动入嘴 地主家的傻儿子被演绎得淋漓尽致 同样的大聪明 还有我们的陈圆润女士 小时候的圆润张着嘴巴等 果果的画面蒙翻了一众网友 结果果果被苗苗截胡 这一举动令苗苗后悔了半辈子 我抢他一个苹果 他还我一只大狗 润酒就是他陈圆润派来报一果之仇的 身为圆润女士亲手带大的娃 花花也学会了张着大嘴等果果 真是一个敢叫一个敢学 您看咱们蓝虾 根本不用动 只要张开嘴 果果和笋笋就会递进嘴巴里 带外场也是 来吧 这都到饭点了 咋还不来喂我 简直用实力诠释了贵妃待遇 而接下来这对妇女就不是大聪明了 那是真聪明 叼猫时 拥拥一把美好的果果 果断采取迂回战术 假装去止损 一招生动机器让奶爸放松警惕 然后突然袭击 轻松拿下果果 这机智的脑瓜同样遗传给了女儿梅兰肉肉 肉肉看到果果时 假装不在意去啃手手 但那双机灵的眼睛早就暴露了他的计划 然后一个回手套 果果顺利拿到 不得不佩服这妇女俩 这才是真正的八百个新眼姿 厉害